你 你整日在家里喝酒 放着自己的买卖不经营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经营 我怎么经营 这几日一直在赔钱 我管得越多赔得越多 我还不如在家喝酒 那也是你自己造的你 咱们苏家 是以布装生意起家 你放着布装生意不做 去干别的营生 这茶楼饭装是遍地开花 也没有一样赚钱的 好 现如今 你也是破罐子破摔 索性连家门都不出来 你真是个废物 我看那么多营生是为了什么 我还不能是为了仇占苏家吗 可苏家的招牌 在属您的手里 早已经烂透了 再加上颜文秀 夺走了我们一般家产 原道成就处处为难我们 二叔 你认命吗 苏家大事已去 住口 我不准你这么说 让别人的知己 别自家的威风 行行吧二叔 事到如今 我们苏家已经没有什么威风可言 而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 是您硬要逼着我去颜文秀 硬要他参加什么竞票大会 用初而反而地跟他翻译 这样才扰怒了原道成处处为难我们 二叔 您的每一步棋都错得离谱 您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呢 分明是您无能 现在把所有的责任 却推到我的头上 没错 就是我无能 我没办法重申苏家 大二叔你 也聪明不到哪儿去 明明一辈子机关算尽 可到头来您又得到了什么 你现在看看您的仇位 可有一个人多重的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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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苏家全完了 你是什么人 用你命的人 你 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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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